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考来能干嘛 考到几级 那我算是专业的了 是不是说我十几岁就已经考完了十几 那我以后就一定是一个音乐家了 怎么来利用考级为自己的以后搭桥修路 首先告诉大家一个赤裸裸的现实 那就是考级跟专业没有必然的联系 就算你考完了十几 那也是业余的 不管哪种考级 不管国内国外 考级都是针对非专业人士的 但是也不是说考级就没有用了 今天我就作为一个过来人 手把手地教大家在不同的情况下 怎么样利用考级实现价值的最大化 千万不要错过本期的内容哦 我小时候学期也跟大家一样 每逢这种逢年过节的时候 总有亲戚想要叫我给他表演一个 还一个敬问我考了几级了 仿佛考完十级 那我就是专业的了 但亲戚不知道 没有一个大音乐家是靠考级出道的 因为他们根本不考级 我们上一期蒋天赋也说过 15 20岁再不出名 那注定成不了大事 出名要趁早啊 像这样按部就班的考级 哪里来得及吗 人家几岁的时候 就已经满世界参加国际比赛了 我们来看看2018年 没有因国际小天赋比赛 另外大家知道考级以前的全称叫什么吗 上音的考级最早是叫上海音乐学院 业余音乐学校考级 后来改成了上海音乐学院 社会艺术水平考级 不管怎么改 这名字一听就是业余的 是不是有朋友想问 你这么说我们还考什么级啊 完全就是考了个计谋嘛 那下面的内容大家就要关注了 因为成为大师的毕竟是凤毛麟角 还要集齐我们上一次说的四大要素 才能成功 我接下来的内容就是针对 我们这些成不了大师的 或者说不想从事音乐相关职业的人 该如何去使用考级 才能使它的价值最大化 首先对大多数人最有用的一点 就是高考加分 根据教育部的文件 全国至少有53所云校 可以招收艺术特长生 而且基本都是名校 只要你考过了最高的等级 就可以参加艺术特长生的考试 拿下了这个高考分数上 起码有20分的优惠 要知道高考可是一分压半人的大展 这20分稳赚不配 如果要去国外念书的 也可以考虑参加一些国际认证的考级 比如英皇的考试成绩 那在国外一些高中也是加风向 现在我们就来说说 对于那些成不了大音乐家 但是又想进音乐学院 或者从事这个专业的朋友来说 考级应该怎么选 应该怎么用 其实实不相瞒 我也是考过级的 后来又进了国外的音乐学院 所以我现身说法 来教大家该如何避坑 如果你的目标是国内的音乐学院 那我还是推荐参加上英 或者中英的等级考试 注意一定要是国家认证的那种 其他的都是浪费时间浪费金钱 比如你要在上海考 那只有上海音乐学院 本院举行的考级才值得去 我们说了 考级再高也是业余 那为什么还要去考 重点来了 我们在考级时候的评委老师 极有可能是我们之后 在考音乐学院时候的评委老师 在一次次的考级中 不仅有一个认识 行业领域大牛的机会 混了个脸熟 还很有可能可以直接 拜在评委老师的梦想 得到针对性的训练 让我们之后的专业考试 更有把握 如果你的目标是国外的音乐学院 那我就推荐你参加 现在比较热门的英皇演奏考试 不要像我当年一样 去参加国内的考试 因为国际认证的等级考试形式 更接近国外音乐学院的录取考试 比如英皇这个 除了考验基本功 基本技巧以外 还要培养试奏 乐理听力等等相关技能 而且曲目也不是国内 这种整首的大部头写奏曲 而是分为几个不同的时期 每个时期各选一首 考察学生对于各个时期的作品 风格上的全面掌握能力 你也可以通过这种全方位的考试 来了解自己的短板和长处 有目标的训练 提高自己进入国外音乐学院的胜算 那么对于那些 不需要依靠加分的学霸 或者说压根没想进音乐学院 搞音乐专业的朋友来说 考级到底有什么用呢 虽然说作为一个爱好陶冶情操 不要那么功利化 但是我个人觉得吧 既然已经花功夫 花时间还花钱去学了 那么考一个级 也算是给自己一个交代 学了这么久 看看自己到底是什么水平 还有就是音乐这种需要分享的艺术 除了逢年过节在你家客厅里面 或者说上班了在公司年会上 还有就是朋友生日party之外 国内对业余选手没有那么多的展示机会 而考级给你提供了一个专业的舞台 专业的评委 让你真正的演出一次 我觉得这个还是值得体验的 希望我今天的视频能够帮到大家 如果大家对于考级还有别的看法 或者说有更好的方法愿意分享 欢迎在评论会的弹幕里告诉我们 我们下期见